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住家财经 今天我们不讲中国了 最近讲了很多了 也不讲香港了 不过香港人都很关心的 就是因为之前日本开关 再加日元不停跌 每个都说回香港朝圣 吃东西便宜到什么 就连我们加拿大这边 都很多人选择去日本不回香港 但是刚刚最近就看到 糟了操作上好像看到日元升值 我打算圣诞回香港 就花贵了 究竟原因和操作是怎么来的呢 好啊 先跟大家讲一下 看到这个题 其实都知道的了 就是说日本央行 就是行长黑田东燕的一个操作 令到这个日元升值了 究竟它的操作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第一幅图 你看到第一幅图 你会看到其实它的新闻 就是说它在这个12月20日 央行的一次的议息会议上面 就宣布 宣布什么呢 宣布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 就是YCC 他们所谓的 等一下会多说一些 YCC是什么 它就说调整这个 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 里面的 给10年期债的知识 由上限0.25 上调到0.5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 有机会都觉得 你现在看到整个市场 就是开始 很大反应 你看到海外媒体 都有不同的标题在问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也可以看到多一点 下一幅图就是说 一出了这一招之外 日本央行意外转英 日元对港元 就是撲5.9算 之前是很划算的 黑田东燕不承认加息 这个就是说 你也看到它的图 日本央行放宽收益率的目标区间 究竟是什么呢 或者结果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了给大家听 它的操作上 允许日本十年期债券知识的上限 由0.25上调到0.5 但是呢 日本央行那边 不觉得 或者不承认是这个的 加息 的而且确 就是那个操作上面 这个呢 不叫加息 但是呢 它比起加息 或者叫收到加息 那个的 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看一看黑田东燕的嘴巴 你看到呢 就是跟着那幅相 就是黑田东燕 在看着这个标 那为什么在看着这个标呢 或者拍照拍他的标呢 因为他明年就是卸任的了 所以呢 很多市场人士 就认为黑田东燕 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 会按兵不动的 但是他现在在卸任之前呢 先来一个放宽的上限 那起码下一届的政府 下一届的央行长 做到什么呢 都可以灵活一点点 那我们看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呢 是美元对日元的图来的 那这个也是几日图呢 就在它突然之间公布放宽这个 或者叫做YCC 放宽YCC的目标区间之后呢 那日元呢 是突然之间急升 又 美元对日元 由137呢 升到131那些这样的水平 那大家就会看到了 喂 如果你137一升升到131 就是中间你升了都 挺多一下的 计计一下 其实呢 都在说是 未到一成 但是起码呢 都在说5-6%的 那这件事呢 就说喂 在一天之间 一个汇率突然之间 有5-6%的波动的话呢 其实是相当之厉害的 我们看下一幅图 这幅图呢 就是美元对日元 现在这幅图呢 就是日元对港元的 那就是每百日元 大家通常呢 就自己乘回100的 但是如果现在就这样去看 你看到这幅图呢 你会看到 哦 亦都同样道理呢 就是说 它是由5.7 5.7 5.7 那些位呢 一升 就升上去5.8 那又是那句了 未去到 那麽很夸张 但是呢 足以影响了很多 大家的预算 又或者呢 你见到呢 这幅图呢 这幅图呢 就是日元对港元 那你见到最低位的时候呢 曾经香港那边 是去过接近五算的水平的 就是呢 哦 100日元 日元呢 等于五元的 就是拿着很少港元呢 就已经可以去到很好用的了 但是现在不是的 反过来看 100日元呢 等于6元 就是6元 才换到100日元 那下一幅图呢 你会见到呢 就是说的这个 就是日本央行 那个的Yield Curve 那这个就是一个知识曲线 刚才和大家说了少少呢 今次呢 黑田通宴呢 出过一招呢 就说哦 放宽 或者调整那个的上限 那调整完之后 他调整十年期的 那十年期也是被誉为最重要的一个年期的国债 那他调整完之后呢 其实那个十年期国债的知识呢 就立刻夾了上去的 本身是0.25左右 那一夾就夾到上去0.47 0.48 接近0.5那些水平 那你也看到了 一个月前 这个日本的知识曲线 知识曲线是什么呢 知识曲线是不同年期 由短去到长年期 那个的国债的知识曲线 接着连一条线的 那一般来说呢 就是年期越高 那个Yield Curve 或者Yield就越高的 那才会有诱因 是给到一些银行去借钱出去的 你年期越长的话 那我风险越高的嘛 那我才会借钱出去的 但是呢 你现在就 你会看到这一样东西 哦 他一公布完之后 十年期那边就夾了上去 那也都连带整个知识曲线 是不是斜了呢 其实他除了十年期之外 所有 就是两年至到八年 一路全线呢 你会看到呢 都是升了的 好了 那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究竟这个 叫做操作 或者叫做YCC 就是Yield Curve的控制 究竟是代表什么呢 或者什么东东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就可以看到 下一幅图就是说 这个 这个何谓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 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 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 也就是找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的了 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样东西呢 我们很简单 英文很简单 就是Yield Curve的控制 其实就是不同央行 就是一般央行都会利用这个手段 是去控制那个Yield的 就是为什么要控制那个Yield呢 因为市场上面 就将这个国债的 就是视之为无风险的定息产品 所以呢 无论不同国家都可以 你美国就有美国十年期国债 日本有十年期国债 那它国内 它会用这个十年期国债 作为无风险的定息产品 作为一个Benchmark 那国际上面都有 国际上面一般就会用美元 或者美国十年期国债 作为一个无风险定息的 的Benchmark 那所以呢 如果美国十年期国债的Yield 升了的话呢 其他所有东西都会动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说明是Benchmark 拿它来看着的 买楼的收益3厘回报 咦 但是国债4厘 那我不买楼了 我买国债了 因为国债是被视为无风险的 买楼都有风险 买股票 股票的股息率 连上所有的股本回报都好 可能在说4厘的 咦 那边国债4.5厘 那我就不买股票了 所以就告诉给观众朋友听 一般来说 为什么国债的知识是那么重要 好了 这次我们不是看国债 而是看日本 那你也都看到 以往呢 这幅图 文字图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喂 透过买目标期限的国债 就是压低那个 压低的Yield 压低完的Yield 因为本身 刚才说了 本身买楼只有3厘 买10年期国债有4厘的时候 那我不买楼了 但是当10年期国债 由4厘被人压到下去 只有2厘的时候 咦 那些市场人士又会想 咦 那我不如买回房子了 所以各国的央行 很喜欢用这个手段 去入市 直接压低那个的债息 那令到市场上面 那个无风险定息产品的Yield 是降低了 那达到减息那个目标的 所以大家就会想一样东西 如果你压低了 那个定息产品的息率 是达到减息的目标 现在反过来 它放宽的上限 那就是变相 其实是达到了加息的预期 那这次你也都看了 黄色给大家 就是讲YCC政策 是属于预期的工具 为什么预期工具呢 QE就直接泵水 减息就直接减息 但是这个预期是为什么呢 就说它讲到明 好像日本央行那样 讲到明 十年期国债的知识 上限0.25 但是它现在 就是当去到接近0.25的时候 市场人士就觉得 喂 我一升到0.25的时候 那你又有机会会买回我 当我债价跌到某个水平的时候 日本央行会入市 不如去那里我自己先行入市 那透过出口术 所谓的出口术 透过出口术 是达到市场 利用市场的力量 去调节这个预期 所以你会想 我讲到明0.25就会移动 所以每一次去到0.24 0.23的时候 市场人士就想 央行快要移动了 不如我先进去 所以是达到一个这样的目标 这次也是反过来 本身是0.25的上限 它一放就放宽到0.5 大家会想 央行去到0.5才会入市 那现在我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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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0.25我不入住了 0.4我不入住了 去到0.48我才会入市 所以变相令到 就是那个上限升了 也都令到那个日本 日本债 十年期国债的资息 也都升了上去 也都令到日本那个 就是很多的投资 或者很多贷款的成本 是跟着上去 那变相是达到了那个加息的目的 那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算它说我不是加息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那个功效或者你的功能 甚至乎你讲一讲 用一个这样的操作 已经被人意会 觉得你是在加息 这种这样的感觉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 日本央行过去十多二十年来 都是维持一个低水平 低利率的年代 就是所谓的零息年代 所以很多的基金 喜欢借日本借日元 跟着换成不同国的货币 跟着再去投资 那这些叫carry trade 因为它那个息率低 唯一要考虑的风险 考虑的变数就是说的汇率 那当日元跌到够残的话 其实他们会入市 又或者当 就是入市就是借钱 又或者当日元不动的时候 他们算到那个constant 就是那个变数 keep constant的时候 它会再去借钱 但是现在一动的时候 刚才看到 美元到日元 137升到132 一动的时候 汇率的风险增加了 息率的风险增加了 所以有机会是有些 来自日本的拆仓 就是对冲基金建仓拆仓的冲击 你会看到下一幅图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不同国家 不同年期 不同国家相同年期的政府债的知识 你会看到美国夹了上去 英国夹了上去 加拿大夹了上去 就是瑞士那边都夹了上去 但是日本都还是维持在低水平 在今次就算它说了调整的上限都好 日本十年期国债的知识 由0.25升到0.4多 到0.5 都是比起美国 你看看美国那些4厘 英国说的3.5厘 都是非常低的水平 所以究竟这个世界 会不会从此低息或者零息呢 开始告别了 就是来自黑田东燕放宽 或者叫做调整YCC的上限 好了 我们看完最后的图 最后的图 大家要留意着 这幅图是说什么呢 你看到日本的央行行长 黑田东燕 他今次调整了YCC的出口術 我本身0.25就入市了 现在去到0.5我才入市 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日本那边是因为它是意识的 它维持利率在零 零息不变 短期的利率是-0.1 就是问题是你放钱在银行 还要给它手续费 好了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就是说其实日本央行 同一时间是扩大买债的计划 由于现在每个月 就是7万3千亿日元 也都再次扩大到9万亿日元 大概是675亿美元左右 这些就是告诉大家 整个央行的操作 它就放宽了 但是它与此同时 就是放宽了那个利率上限 但是与此同时 它的资金也买多些债 使得市场不要以为它真的是假释 但是实际上 黑田东彦说什么呢 它就说 修改YCC的执行 其实是改善市场的运作 鼓励知识的曲线 更加平滑地形成 甚至乎它也强调 维持宽松的金融形势是不变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 各国的复苏的步伐开始减慢 步伐减慢 甚至乎衰退 说得很客气 第二件事就是它认为 日本的通胀 远远未去到2%的水平 好了 现在你看到这个图 就告诉大家 日本的Headline Headline Invasion 甚至Invasion Explodes Energy 其实就告诉大家 日本的通胀是否真的没有机会去到2%的水平呢 因为日本大家看到 过去几十年 都基本上维持着2%以下的 这个图是1990年到现在的 维持2%以下的 但是最近呢 其实随着疫情 随着各国的logistic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 又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等 糧食紧张 你看到其实日本的通胀的预期 也都上了去 正如有些市场人士认为 这次它上调而已 未必是加息的 但是起码我和观众朋友说 这次改变了 这个应该是2016年以来的指标 部署是会加息 第一 日本不可能长时间 和其他国家的知识 spread太阔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黑田东现认为没有日本 距离2%通胀 都还有一大截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好像美国 欧洲那样 犯同样的错误 就说他们错判了通胀的来势洶洶 通胀的压力的话 那它就辞了加息 所以呢 这次我自己倾向相信 日本呢 明年其实有机会会加息 甚至乎通胀如果 比起日本政府预期更加高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在想 哦 都加不少的 就是所谓的不少 可能不止加一两次 如果 可能加到0.5至1厘 那虽然比起欧洲 美国来说都是很少 但是 比起零 任何增加都是无限大的 那这件事呢 就告诉大家 喂 这次日本这个动作 似乎就预示了 全球零息年代正式告别 那所以呢 整个金融市场很震撼的 关于这个消息 就说 喂 我以往借便宜的世界 是不是没有了呢 不用借钱的世界 是不是没有了呢 要给一些息了 现在 那也都有不同的震撼 那年代 那当然了 一去呢 去到香港人呢 最关心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个 那个日元的升值 那的而且确 当你预计日本会加息 日本那个知识上了去的时候 日元都升了 那这个呢 就是 好像找回Sam出来先 找回Sam出来说 就好像刚才Sam说 那些这样的 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的香港人呢 喂 我说你什么 什么YCC 什么收益率曲线操作 我说你什么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总之我买个奥马卡 我要贵了 总之我去日本 12元店 是不是 那些100日元店 好像没有100日元 200日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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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了 其实你想想 本身是当你300日元店 我们不要说 300日元店是15元一件 product 现在300日元店 是18元一件 product 加幅可能加了很多的了 立刻 少数怕长计 最惨是 因为大家 一件是 现在回乡 是 鞋箱去爆箱 突箱 是 一个鞋箱去 可能三个 买多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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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回来的 还要hand carry 不停拿 因为很多人去 比如买药 药妆店 零食 以及 职压了几年的旅游消费 义獄 我相信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贵了 都无阻大家去外游 回去乡下的心情 但是就要算一算 原本我打算 可以怎样花钱 现在可能要守着 减几百分之 但是我想 这个动作 不会影响太多香港人 去回乡下的心情 其实整件事 就是你说 它上调而已 又未正式加 你们用什么这么大动作 这么大反应 我就告诉大家 整个金融市场 那当然 好像Sam说的 喂 你计算数 都不是很多 但是 那个象征意义 是给我们整个金融市场 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消息 喂 大佬 你是否告别零食 等于 喂 你等于 就是我们不要那么衰 这个例子 但是真的很实在 喂 突然之间 你整本写真 突然之间 你是肉侣 不是吧 你整本写真 那是很震撼的 其实 可能是 周围民当年 那个MV 是的 那个宫廷葬 那是很震撼的 但是 因为你 出得写真 那些人会想到 是more to come more more 是的 所以这个 不是很好的 这个例子 但是我觉得很硬的 很即时想到 很即时想到 而且你坊间又会觉得 今次穿得宫廷葬 下次会不会剥多一件呢 是的 宫廷葬 你会使得市场有幻想 这个动作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和大家说 央行其实最重要的操作 不是真的亮剑 或者真的出一招半适 而是那种出口術 因为央行是 拿正牌出口術的 你说的那些 通常是对经济 不是很了解 运作的地方 是的 了解那些 通常都很少一招了的 应该要 变化多端 多些招数 去应对整个环球局势 整个环球经济的变化 所以 日本都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话 其实它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对市场是会有一定的冲击的 至于冲击之后 大家的消化程度又是怎样呢 那就要密切留意了 好啊 今天阿周这条片 起码提了大家 接下来分享一下 轻轻贵一点点 是的 短期没有问题 长远 会不会有些再深远一点的影响呢 那就密切留意我们住家财经了 好 今天谢谢阿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